我上辈子真是欠你的 来到京师 跑前跑后的给你当老妈子 谁让你是四哥未来的夫人啊 四哥不是说我替她挨了打 你就得照顾我 痛死了 你就不能不这么野蛮吗 我就是土匪婆子 我要是不野蛮 还不被你欺负啊 姑奶奶 我都这副样子了 还怎么欺负你啊 反正你就是瞧不起我 不止你瞧不起我 朱棣哥哥也瞧不起我 你们朱家没一个好东西 我可真没瞧不起你啊 是你想多了 我一心想嫁给朱棣哥哥 可是这两天 我对他笑脸相迎 他都是板着个脸 闷闷不乐的样子 你呀 就别抱太大的期望了 你说什么呢 我可是朱棣哥哥未来的夫人 他不爱我 不对我好 我怎么过日子啊 我说你怎么一点都不开窍呢 我都提醒过你了 我四哥 他是不会爱上你的 我不够可爱吗 不够漂亮吗 不够讨人喜欢吗 你漂亮 你可爱 你讨人喜欢 可是你啊 不是我四哥喜欢的那一类 他不会动心的 你挺不理解你 活该 我说的是真的 我四哥他已经有心上人了 我估计他这辈子都不会爱上别的女人 你你骗人 我说的是真话 你没发现他最近总往一个地方跑吗 他的心上人就在那儿 所以你多体谅体谅他 别惹他烦 他心里啊 苦着呢 那我怎么办啊 我大老远跟他来到京师 那我 你别哭啊 你哭了 我心里不好受 你有什么不好受的呀 好像是 好像是我欺负你了似的 别哭了 四哥 十七弟 你来得正好 我呢 明天就要回北平了 哎 干嘛这么着急啊 这是父皇的意思 再说 我若再留在这里 朝中就会有人跳出来 诬陷我有意图谋造反了 父皇也真是的 周帝哥哥 这才刚刚安定下来 你就又要走了 京师我还没逛呢 哦 如果你想要留下来也可以呀 那你就不必回北平了 你干嘛 你要甩掉我 不是啊 哎 你把十七弟照顾的那么好 如果你愿意帮我的忙呢 就继续照顾他 等他好了 我自然会派人把你给接回去 你说好吗 嗯 再说了 娶你这么大的事 我得回去和王妃商量一下嘛 是不是 啊 对 对对对 你呀 就留下来吧 我的伤要是好不了 那死 四哥他会内疚一辈子的 是 好吧 宝贝干ml health 绝连智 什么 嗯 帮 dich 你什么人敢夜宠逃宫 与你无关 与你无关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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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那边追 你跑不了的 投降吧 深夜闯入皇宫 你究竟想干嘛 我今天就是来诛杀朱元璋这狗贼的 当我者死 杀 杀 果然是个女人 你要是个男人 就别挡着我 你要杀的人 是我父皇 朱元璋杀了我梁家五百多号人 他就是个大魔王 你是他儿子 你就是小魔王 你连我都杀不了 怎么杀我父皇啊 走吧 放我走 我放你走 在那边 快 追 快 快 快 燕王殿下 你没事吧 本王没事 刺客呢 已经跑了 绝不能让刺客跑了 追 是 他醒了呀 他醒了呀 皇上 燕王昨天晚上就离开京师了 皇上 这下您总该放心了吧 这个老子啊 这了 还是朋友啊 悶 mois 还是这样登见 还完整后 还得了